大家好,这里是BI3 QXJ 今天简单介绍一下怎么用这款Nino VNA来测量天线的主播 跟一些常见的参数 都是比较简单的功能 更深入的还没有学习到 所以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这个设备是 它是基于一个STM32 然后去做的 然后看一下背后它有一个波动的开关 然后有一个电源开关 然后还有两个指示灯 还有一个Type-C的接口 可以用来刷入固件 还可以用这个Python的程序 去控制这个机子的扫描 然后这边有两个端口 可以看一下这块是Channel0跟Channel1 然后可以提供一些天线的测量 跟一些就是网络的测量 这样的一个设备 我们开机来看一下 简单说一下这个设备的界面吧 我觉得设计还是比较清晰明了的 它是分了这样几个部分 最下面是它当前测量的一个起点和重点 这里看它是从0 现在一直到了900M 刷的这个估价是0到900M的 当然它这个灵敏度是在每段的这个性能是不一样的 可以再去看作者的那个说明 然后中间是它每个参数的一个曲线 就是在不同的频率范围上的一个数值 连续变化的一个曲线 然后上面这四个值代表了是这四种颜色的曲线 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比如说现在当前这个黄色是Channel0的LogMac 就是它的项尾 然后绿色是Channel0的史密斯图 然后蓝色是Channel1的LogMac 这个专业名词我是可能理解的不是很对 因为我还没有用到 然后简单的看一下它这个菜单吧 菜单是这样的 你可以通过触摸打开 也可以通过摄像一下 我调节一下 也可以通过上的这个波轮去打开 都是可以的 然后可以波轮选择 也可以触摸选择 下面我先暂停一下 然后咱们拿一款实际的天线去测量一下吧 继续 刚才我把这个天线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是这样的 需要一个转接头 因为这个机子是用的SMA的一个母口 然后通常这个HAM用的天线都是M口的 我把它接到Channel0上 把它上到这个口上 其实现在就可以看到一下 现在是0到900兆这个情况非常的乱 简单说一下这个界面吧 这个界面分了这么几个菜单 第一个叫Display 实际上是对于当前显示的内容 跟显示格式的一个选择 我们先点一下 第一个是Trace 第二个是Format 第三个是Scale 第四个是Channel 然后比方说现在我们选Trace 来看一下 这个Trace代表的是 当前这四条曲线是否都要显示 我可以对四个曲线进行一个 只显示或者是关闭或者是我回退 我不管它 比如说现在我只想显示这个Channel0的这两个 我就可以把Trace2跟Trace3去做一个隐藏 它就没有了 但这里为了大家看着方便 我就不用触摸屏 时间性触摸也是很方便的 然后第二个Format 这个是代表显示的哪些内容 比方说我想对当前的这个E 你看一下这个E实际上是用了反色来表示它当前是被选中的状态 然后这块是有这么多参数 我们常用的是SWR 我点一下吧 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 当前它的这个主播曲线是这样的 由于测量范围比较大 实际上不具备什么的参考性 待会咱们把它范围凑小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 然后 第三个叫Scale 实际上Scale是显示的当前数值的一个比例 也就是说我当前数值是以什么去做的比较基准 或者是以什么单位吧 我个人的理解还没有详细使过 第四个是Channel 这个Channel的意思是说 我当前对当前选择的这个Trace 我是去用了0还是1 因为这个0和1分别对应着咱们这边这两个接口 我可以让SWR曲线都去选 同一个端口 然后就显示的内容更多 Channel 这块我就可以选了 对 已经讲过了 这是第一个就是Display 这个彩蛋 然后第二个彩蛋是Marker 就是相当于这个标记 我先关闭一下 实际上咱们看到的这个黄色 你看这个蓝色这个小尖 黄色这个小尖 绿色这个尖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Marker 代表了我当前指示的这个频率范围 它的每项数值是多少 以及当前这个曲线的高度是多少 也就是数值是多少 我点一下这个Marker 我来缩小一下范围 范围吧 然后Start 我想标记当前 这是标记当前为这个Start 我现在当前接的这个天线 是一个7兆 也就是40米波段的一个天线 我先逐步的缩小 比方说我先让50k 作为我这个范围 我标记一下这个暗的吧 这样就小多了 Stop 稍等一下 OK 这就可以看到了 实际上当前这个天线的鼓点 我已经能看到在哪了 然后我在进一步的缩小 我用左右这个滚这个轮 反正我想测量从6.6兆 我的背景为Start 又截了一部分 对吧 然后我再去截 比方说我从6.6兆截到7.5兆吧 7.5兆左右的 我再把它背成Stop 这样实际上我就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 一个范围了 注意 做了Stop的这个设计之后 就是这个中置点测试之后 我的这个Marker的位置 就是标记的位置 实际上是在最右边的 需要往回推一下 看 我现在就可以推回来了 推到这的时候 你看实际上可以左右走的 我拉到中央 我可以看一下 当前的主波实际上是1.09 已经是一个可用状态了 当前史密斯图显示的是 当前的这个阻抗 跟一个融抗或者是赶抗的一个数值 看这个圆图 多的我也没有 还在学习中 这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在功能上的说明 然后也可以看到带宽 我拉到多少的时候 它就到1.5兆左右了 是吧 是7.13 也就是说我从7080到7070到707.13的照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在1.5以下的 可以看到简单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据说刚才那个功能 这是去选择这个标记 实际上也可以选择多个标记 你看它提供了四个标记 也就是说我可以先把这个1标记定住 然后再去测量另外一组 这话先不展开说了 不展开说了 然后这个sinter跟span的功能类似 就是说我去选择中心点 去选择这个宽度 实际上跟start跟stop是一样的 看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 第三个这个stimulus实际上是测量 这个start跟stop 它会以竖直输入的方式让你去输入 点击右踏角 实际上会出来菜单的 OK 就不再细说了 因为这个我觉得触屏去操作这个菜单 不是很很很方便 还不是去砍一个竖直 然后把它预存成我们常用的一个配置去使用方便 这是一个电阻屏的这个小设备 所以功能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UI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下一个这个菜单是校准 它Liberate 然后这块是卖家提供的三个头 然后那三个头是50欧全开跟全臂 就是短路跟开路 可以按照它说明进行一个校准 这个功能就是recall and save 就是相当于存档的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好用 因为我已经如果现在我们设置好了 就是我想看这两条曲线 那个Channel1 这个大家先忽略 我认为它是我常用的一个测量七兆的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我现在已经存了三个四 这个零是一个初始的状态 我没有动它 就可以我来恢复一开始的那个配置 然后三个四大家看一下 嗯 back 那我recall一下 我之前存过的 我这个四是一个二十米波段的 是一个十四兆的 从13147到15120 实际上就覆盖掉了 我就可以看到中央的曲线了 然后三是我的一个七兆 也就是四十米波段的一个常用测量配置 对吧 我就可以快速的把它存起来 然后再再拿出来 就是一个recall跟sear的功能 然后最后就可以关掉了 这个小鸡的这个性能 还没有跟其他的对比过 有别的ham说正在正在去做 这个初始下来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无论是测量短波段的天线 或者是常用的咱们手排的UV段的天线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用性的 先说这么多吧 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 个人对这个网分这块也没有深入的研究 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天分去使用的 先到这里吧 这里是BI3 QXJ 73